今天全是雅 你们怎么干 根据我以往的经验 不是猪脚 就是羊脚 这鸡脚对我不理吗 老板 让一下 把我来 呦 原来是蟹脚 猪脚猪脚 啊 麻 太久 我给你拿一件 你要是吗 你是专家 相信天气的 是不是没有胃口 不妨 试试我们家这个梅干菜 我们家这个梅干菜 都是选用雪里红的菜叶 经过员工挑选 三蒸三蒜 朝这儿成的 采用的是传统工艺 口感细腻 唇齿留香 还有重要的一点 就是它还不停掉乱七八糟的一些东西 特别的下巴 哦 Tory 五十 会说 都来一 head 高滅 有很多种 这么好吃黑 乱七八糟的 有了 熱 加微这样 那这么整 可以拿螂 别强 任何 调味就简单来点盐 生抽 家里有条件的 放点胡椒 我今天没这个条件 所以没法 大火加驰 翻炒两下 再来点青红辣椒 这个粉丝本身就很嫩 天万不要炒的时间太长了 这样就可以出锅的 女朋友吃饭没有胃口 不怪你怪谁 水烧开 把我们家的糯米笋放进去 搞个几秒钟 记得不要烫太久哦 5秒钟时间就可以捞出来了 依次加入屏幕上这些调料 好 怎么少这个辣椒呢 搞里头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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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点大蒜 青红辣椒点缀一下 最后一丢丢葱花 浇上热油 一道好恰到流口水的糯米笋 就做好的 怎么办 不要我教你了啥 去飞了啥 赶紧给女朋友做起来咯 在湖南啊 最近天天都是吃周克餐 大家看见是不是都怕了 今天教你们搞一个不一样的 芬菜呢 我们给它攒两刀 不要攒得太碎了 不然你找不到它了 好 我们把它弄出来背影 然后呢 准备几个这样的大蒜子 用力地把它压一下 锅子烧热 不要烘油 把这个洗干净的辣椒 我们搞到里面 用力地压 压 然后用这个铲子 给它翻起来 这个翻身 要把它在每个辣椒上面 都有附 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装到这个水锅里面 哎 还行 好吃咩 然后 把它抢来 你进到哪里 来 水烧开 放一瓶子 再来一点支油 帮我们切好的坑青菜 搞里面 千万千万抹汤太久的了 故意牙色就不好看的了 把它捞起来 来好的辣椒 我们给它浇点油 盐 搞一瓶子 鸡精 没瓶子 不喜欢掐的就模范啊 荷油 搞个几家吃了 最后 搞点点生抽 然后 用你诞生几十年的时候 把它给翻起来 搅拌均匀 嗯 这么简单 你学飞了没有 给我点个赞咯 今天这两货不在 简单吃点 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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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一顿吃饭 就简单 晚盒早餐店选到什么吃什么 哦 发 哈哈哈哈哈哈 发死了 阿正拿完股实的 哦 哎 有钱人的生活 哈哈哈哈 啊 看我的 哈哈哈哈 哈哈 看我这个十块的 昨天看数据啊 我们家鸡萝卜又爆单了 还是有很多朋友 没有尝过我们家这一款鸡萝卜 那你要跟大家好好说说了 我们家这款鸡萝卜 使用的是金甲林 防泥土种出来的萝卜 皮薄肉厚 汁水甘甜 配饭配粥加馒头 都是非常合适的 传统工艺制作出来的 吃过的朋友都做好 而且回购率都是非常的高 为什么很多朋友相信我们 买我们家的产品 是因为在品质这一块 我们从来没让大家失望过 味道也是这么多年流程下来的 喜欢的朋友 我要找一定要来放一刀 洗一下 dj 我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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